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百伟 谢祥雅 吴月晴出演 更找来王传一是演女主角王晋的上司 相差18岁大谈赏又烈 王传一笑说 不能被老击败 当年由杨成林 于文乐 彭文艳 范伟奇 吉李元博等人演出 掀起纯日系浪漫爱情偶像剧《杨成林》角色 由王晋出演制作人刘伟茨称赞 他是非常棒演员 有20岁纯真那一面 也有很成熟那一面 就是我心目中成美样子 剧中江河上司王传一饰演邱婷 张婷胡饰演欧良卦剧《大谈三角恋》 他不好意思谈言 我小时有看过恶魔在身边 一直都有看一哥的戏 王传一原本不婚 但2017年完婚 金西月喜惑爱女 小明一宝 他当爸后话题大开 女儿现在五个月 很喜欢跟她玩 以前很讨厌小孩 但生了一个小孩之后 早该生了 觉得蛮像我的 因为脸跟我一样 很臭 我是眼睛小女儿 眼睛很大 但只动眼睛不摆头 他更分享 今早带小孩打卡谢苗 量体重已经八公斤 是前段扳宝宝 非常肥美 他大笑 别人是第一胎赵书雅 但他们赵书雅 张婷胡之前演出许多角色 都是学生 这次终于毕业了 正式进入职场 但他笑说 出来混都要还 这次演律师都被打 一直挂彩 有时眼角被打 或是轻微脑震荡 他和宋百伟饰演取首制 剧中有一场冲突戏 宋百伟在烤肉店要抢他吕冠萍 结果不小心割伤张婷胡眼角 他忙问张 是不是很恨我 张抛了眼回说 我爱你 让众人报笑 感谢关注 除文集来自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